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 包饺子时,牢记两放两不放 做出来的饺子鲜嫩多汁又美味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500克的猪肉 像这样三七分肥瘦的 做成饺子馅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把猪肉改刀 切成小一点刀片 猪肉切好后放进绞肉机里面 启动饺子机 把肉搅成肉末 把搅好的肉末装到一个大碗里面 先把肉末放在一边备用 先来准备一点葱段 一块生姜拍扁 装到碗里面 加100毫升的清水 下手装揉出葱姜汁 葱姜汁可以很好地为肉类去腥 增香吃起来更加美味 抓揉至水变绿 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葱姜汁过滤出来 葱姜汁调好后 现在来调肉馅 往肉馅里面加入30毫升的葱姜汁 调饺子馅第一个要放的就是葱姜汁 葱姜汁能够很好的为肉馅去腥 增香并且能够让肉质吃起来更加滑嫩 葱姜汁加进来以后 朝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让肉馅充分吸收葱姜汁 葱姜汁加进来后 搅拌的时候刚开始 肉馅有一点打散 这是正常的现象 继续搅拌 搅拌至盆底没有水分 接着再倒入第二次的葱姜水 继续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葱姜水分次加入 肉馅吸收的会更均匀 在八角子的过程中 就不会有水分释出 而影响饺子肉馅的口感 现在来看一下 第二次加入的葱姜水 也已经被吸收完了 再倒入最后一次的葱姜水 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到最后 能够感觉到肉馅非常的有阻力 慢慢的抱团在一起 这样肉馅就差不多上劲了 搅拌成这样 肉馅抱团在一起 而且盆底没有一点水分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来准备开始调味 加入适量食盐 一点点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打入一个鸡蛋 再来一把葱花 在这里提醒大家 调饺子馅 第二个不放的就是料酒 料酒虽然也是有 去腥增香的效果 但是它这个作用 只有在高温环境下 才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如果在不加热的饺子馅里面加入料酒 就会让肉质吃起来有股怪味道 第二不放的就是五香粉 十三香之类的香料粉 这些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大料磨成粉而制成的 香味非常的浓郁 如果加入到饺子馅里面当中 就会把肉的鲜味给强去啦 这样肉馅在与其他的配菜混合的时候 味道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调饺子馅 一不放料酒 二不放香料粉 只需要在里面加入 盐 胡椒粉 蚝油 生抽 鸡蛋 葱花这些 简单的调料 既能够让肉馅有咸香味 也会更加的嫩滑 现在直接把肉馅和调料搅拌均匀 在这里要多搅一会儿 让肉馅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 把肉馅充分的搅匀 而且能够像这样 抱团在一起 不会散开 肉馅就调好了 调好后的肉馅 可以加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或者是直接用来包馄饨 做肉饼 做丸子 都是非常美味的 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的弹性嫩滑度 都非常的好哦 我这里就加入胡萝卜木耳香菇碎 调成饺子馅来包饺子吃 配菜放下来后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就可以开始包饺子了 拿一个饺子皮 放上肉馅 再用自己喜欢的包法 把肉馅包起来 这样一克大肚的饺子就完成了 把饺子全部包好 起锅烧开水 加一勺食盐 加入盐来煮饺子 可以防着饺子破皮 现在把饺子一个个的下入锅中 饺子下锅后轻轻的晃动一下 防止饺子粘锅底 饺子下入锅中煮开后 要加入三次冷水 这一步叫做点水 点水能够让饺子里外受到均匀 不会因为水一直沸腾翻滚的煮 导致外面熟了 里面还没熟 这样煮熟的饺子 吃起来口感更加好 每次浇完后都要等煮开 再加入下一次 这样重复 加入三次凉水 把饺子煮至浮起 就是熟了 饺子煮熟后就可以捞起来了 把饺子装入盘中 美味营养的饺子就做好了 吃起来鲜嫩美味又多汁 学会的朋友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